王二尼出生在陕西,他可以说是草根明星中发展最好的了。 比起大一哥朱志文,他好像在事业上更成功一些,王二尼多次上春晚,其中2016年,在春晚上演唱《沙丹丹开花红艳艳》,红遍了大江南北,一夜成名的他更是被赞助商邀请参加商圈,一年少说也得有两千万的收入吧。 现在的他已经成功密集成为有闲的女神,住着好宅,更是开着好车,并且还给父母买了好几套好柴,有钱就是哭泣了很多呀。 大家也都知道草帽姐吧,也是从综艺节目中走出来的草根明星,一夜成名,成名后的他,忘记了自己是农民出身,瞧不起农民,自己住着大豪宅,开着好车,却不愿意拿出来一分钱造福村子。 因为道德问题,成名后的他,也遭到了官方封杀,现在他已经不出现在大屏幕了,但是仍旧住着大豪宅,恨不得把所有的金银手势都挂在自己身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